自澳车北上年头推出以来 相继有2万多台车已登记北上 直至7月份更推出港车北上 所有车辆都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珠海 刹那间珠海成为了单排车的必经之路 现时珠海每天上下班时间都塞车 这么多车辆在马路上行驶 呱呱碰碰在所难免 车辆碰撞了最担心维修怕标准不同 我一般会找这家来帮我解决问题 不用担心维修的配件找不到 这里更是有洗车服务 每台车辆都当自己的车辆一样去洗 尽量做到一尘不染 车辆维修更是手到病除 老板除了精通引擎维修外 更加会跟电子设备线路 每台车辆在他手上都是朋友一样 现场还有很多港澳车辆在代修 这样的维修方式你们接受吗 这里就是位于坦州届市北路 新昌鞋场对面的澳门德堡汽车维修中心